《弹花》 所以有《弹花一现》之术 那时虽然对《弹花》生而枉之 但显然也还理解得不够透彻 最近读了林清玄的这篇 《即使忘情也有星谢》 才知道 《弹花》也有这么多的妙用 和值得品味的禅意 大家好 感谢您收听《三六五读书》 我是潮雨 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文章 来自林清玄的 《即使忘情也有星谢》 希望你喜欢 我在昨天 温暖还在心间 不要让那前生的缘周变 这一辈子的缘 院子里的谈话 突然间开了 一共十八朵 夜里 打开院子里的灯 坐在幽暗的室内 望向窗外 乳白色的弹花 在灯下 有一种难言的姿色 每一朵 都是一幅春天的风景 谈花是不能近看的 它适合远观 近看的谈花 只是谈花 一种炫目的美丽 远观的谈花就不同了 它像是池里的睡帘 在夜间醒来 一步一步走到人们的 亭前后院 而且 这些亭里在池中的睡帘 都一一爬到昙花枝上 弯下腰 吐露出白色的芬芳 第二天清晨 花钱谢了 垂着滴滴的头 我和妻子商量着 用什么方法 吃那些凋谢的谈花 我说 谈花炒猪肉 是最鲜美的一道菜 是我小时候常吃的 妻子说 谈花属于涅槃科 是吃斋的 不能与猪肉同肠 应该熬冰糖 可以生津止渴 可以叫人宠辱皆旺 果然 妻子说 谈花的另一个名字 叫忘情花 忘情 就是 既言不动情 若遗忘之者 也就是 禁书中说的 圣人忘情 在编纵 在编纷世界的花世界里 忘情花 不知是哪一位高人的命名 他为谈花的一生 下了一个注解 谈花 好像是一个银者般 举世滔滔中 谈花固守了自己的情 将一生的精华 在一夜间涂放 他美得那么鲜明 那么短暂 因为鲜明 所以动人 因为短暂 才叫人难忘 当他死了之后 我们喝着 用他煎熬成的 谈花茶时 再谈话 他是忘情了 对我们 却把谈花遗忘的情 喝进腹中 在腹中 满满的酝酿 由于喝谈花茶 使我想起童年时代 吃谈花的几种滋味 小时候 家后院种了一片谈花 因为妈妈是爱看谈花的 而爸爸却是爱吃谈花的 据爸爸说 最好吃的谈花 是在它盛开的时候 又香又脆 可是妈妈不许 她不准任何人 在谈花盛放时吃谈花 因此 我们也只好坐旁边坐手 看它昂起的头垂下 才敢吃它 爸爸吃谈花 有好几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 谈花炒猪肉 把切成细丝的 谈花和肉丝 丢进锅中 烈火一炒 就是一道 令人垂涎的好菜 这道菜里 谈花的滋味 像是雨后寻缘中 冒出的香菇 滑润 清淡 入口即不能亡 第二种方法是 谈花炖鸡 将整朵的谈花 洗净和鸡块同炖 放一点姜丝 这道菜 谈花的滋味 有一点像香菇 汤是清的 捞起来的谈花 还像活的一般 第三种方法是 炸谈花饼 用糖 面粉和鸡蛋打匀 把谈花沾满 放到油锅中 炸到金黄色即可适 这道菜 谈花的滋味 香脆达于极致 任何饼都无法比拟 我们的童年 在爸爸调教下 几乎每个兄弟 都是石化的怪客 我们吃过的 还不止是谈花 也吃过猪锦花 枝子花 银莲花 红水莲 野姜花和百合花 我们还吃过 含茫花的嫩芽 机关花的叶 满天星的金 以及水笔仔的柚根 每种花都有 不同的滋味 那时候年纪小 不知道怜香西域 这一套 如今想起那些花魂 心中总是有一种 罪过的感觉 石花真是有罪的吗 石了谈花 真能忘情吗 有一次读本草纲目 知道古人也是石花的 古人也是草 在本草纲目 谈到宣草时 引了李久华的严寿书说 嫩苗为书 石之洞风 令人昏然如醉 阴名忘忧 如果宣草 忘忧草的名 是阴之而起 我倒愿意为 昙花是忘情花 下一下筑解 花美为书 石之忘情 令人淡然超脱 英明忘情 忘情花的滋味 是一余联想的 在我们的情感世界里 忘情几乎是不可能的境界 因为 有爱 就有纠结 有情 就有千蝉 如何在纠结千蝉中 能拔出身来 走向 空旷不凡的天地 就要像忘情花一样 在短暂的时间里 开得美丽 等刁微了以后 把那些纠结千蝉的情 经过尖 炒 煮 炸的锻炼 然后一口一口 吞入腹中 并将它埋到心底最深处 等到 另一个开放的时刻 每一个人的情感 都是有盛衰的 就像昙花 即使忘情 也有心谢 我们不是圣人 不能忘情 再好的歌者 也有恍惚诗曲的时候 再好的舞者 有乱节而忘形的时刻 我们是小小的凡人 不能有 爱到忘情 尽佛心的境界 但是 我们可以藏情 把它完成过 失败过的情 爱 像一副卷轴一样 卷起来 放在心灵的角落 让它洗浅 让它褪色 在岁月的足迹 走过后 打开来 看自己在卷轴 空白处的落块 以及 还鲜明如昔的 可疑 既是忘情 也有心谢 希望颠簸 另一段的你 对待过往的感情 就像是坐着吃昙花一样 留给时间 让时间 慢慢把它分解掉 对待现在 正在拥有的感情 希望我们 更多地 拥有一颗真心 去珍惜它 爱护它 现在拥有的 才是最美的 想要关注 365读书最新动态 欢迎你 关注我们的 微信公众号 365读书 DUS365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分享给大家的作品 咱们明天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无知的风险 为自己假面